帮兄弟街的人 竟然是我误打误撞遇到的他姐 他为了感谢我 要请我吃饭 我因为工作拒绝了 可他又让我帮他收拾房间 咱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呀 我去过租租家 我感觉这不像了 那这是他另外一套房 他有房 他有两套房 哎 小董 我给你拿个特写 啊 行 你看一下这个 我明天看 这吃个炮就行 嗯 哎 别别别别别别 我放这就行 你家要收拾地方在哪啊 嗯 你先坐一会吧 给你拿给喝的 你要喝啥 随便给你裹汁吧 嗯 哦 小麦果这儿呢 嗯 听头头说你是他小组长 这么长时间 谢谢你对我弟弟的照顾 没事 应该的呀 就是他根本能力也挺认真的 然后就挺好的 嗯 今天挺不好意思的 还把你喊过来帮忙 不是 没事 哎呦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到底要收拾哪个房间啊 嗯 要不你等我一下 我去卸个妆 不然一点就欣欣 嗯 哦 收拾房间啊 哦好 喂 还没结束吗 精力都催死我了 你姐这边好像还没开始弄呢 哎大哥 我那就巴掌大点地儿收拾那么长时间 不是 我 我给你讲不明白 我打电话就是说你要不要来一趟啊 就是 我来啥呀 不是 就是你姐她好像没把我带了 咋了呀 嗯 你能不能帮我拿这衣服呀 拿啥 拿这衣服